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然是任何人覺得 有壓力的地方 有關係 有關係的導師 這還是故意的 最原始的東西就是一個 一個青少年的怒吼 開始 影像它是一種語言 然後我發現這東西 可以讓我跟這個世界有所連結 對 那這種感覺很好 然後也很 我也幾乎沒有在別種媒財 或別種工作 或別種生活方式裡面 感受到製作影像 還有在把它傳遞出去的 得到的回饋的 就這些東西是沒有在別的地方獲得的 我覺得影像是會變成 我讓觀眾看到 我看這個世界的方式 的確在拍絲顏之前 我對影像的製作完全沒有概念 那時候 幫我拍絲顏的攝影師 是夜思光導演 那 說實話 他也是那一次第一次當攝影師 然後他就會教我很多很多很多 而且那時候是用16厘米的底片 那關於底片這件事情 我之前完全沒有概念 那他教我很多底片的事情 分鏡的事情 我那時候其實拍完了 我還是不知道影像是 拍電影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隔了一年多 我才有勇氣去面對那個剪接 發生了 然后剪完之后其实 反正就是拼了命做 那做出来的东西当然不满意 但是好像有一点什么 然后有一些人有注意到 那因为这些人有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后来 后来在拍时定的夏天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愿意帮忙 老师 有人来了 这是给你们做的 谢谢你 对啊 我还没问你的名字 我叫Michael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中文名字 我叫李志宏 你叫小智就可以 小智 我叫Eliza Eliza 很高兴 谢谢你 很高兴 谢谢你 哇 那时定的夏天的时候 有一位贵人是张展 一位摄影师 很资深的摄影师 那我是因为看那个黑暗之光 看那个张作记的电影 然后很喜欢他的摄影 所以就想要请他来摄影 那那是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 怎么讲所谓的老电影人 展哥在我拍时定的夏天的时候 他的作用 他其实最后他也是只有当摄影指导 然后实际上长进是夜思光导演长进 然后展哥他有点像说精神领袖 他会告诉我们一些拍电影的一些方式 小撇步啊 或者是他 反正我就常常在看他在干嘛 看他在干嘛 然后就 我觉得那些事情都后来对我有蛮深的影响 除了说之前 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的那种 横冲直撞师的创作之外 展哥的风范 有让我对于拍电影这件事情 多了一种尊敬 就是会觉得说 这个不是你年轻你敢拍你很屌 就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它其实是有一种脉络 然后不管你是怎么起头的 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一种传承 那个传承是透过这块土地上面 大家在拍的东西 你不知不觉你会受到一些影响 《骑士劳斯基》对我来讲 它是让我对电影这个东西 有完全重新的认识 就是我看《骑士劳斯基》 第一部看《骑士劳斯基》的电影是《鸡遇之歌》 《鸡遇之歌》 它里面讲的东西就是我 一直自己在心里面想的很多问题 可是竟然有一个人把它拍出来了 然后我一直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就觉得 对就是 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看完那部电影就觉得 整个人像被打到一样 然后走出来就是 那是一个很震撼的经验 后来也再也没有过那样子的经验吧 然后就让我对于电影这件事情 有重新的改观 讲的护照 讲的情 假装出来的幸福 假装出来的质疑 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讲的呢 还是说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家里吗 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电影都很不商业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海角七号》嘛 我觉得《海角七号》算是一个分水岭吧 就是《海角七号》之前 已经是被国外的一些影评人说 台湾电影已经死了的这种时候 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愿意拍电影的人 真的就是好像傻子一样 然后还愿意投资电影的更是 真的是只能说是伟大 《海角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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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我那时候年真的是 无知所以无惧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做那样的事情 有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因为那是我的第一部长片嘛 就是想把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全部一次全部发光光 就是第一部片 通常你都会把它当成最后一部片在拍 然后当然很多东西超出我的控制之外 然后当然在剧情上面有一些 文本的东西还不是那么成熟 但是很努力 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颗镜头 都是用力的痕迹 昂哥你不要为难我们 昂哥你冷静一点 昂哥你不要这样 这一年之初的剧本算是在学生的时候写的嘛 一年之初的剧本算是在学生的时候写的嘛 那个时候就喜欢一些很酷的东西啊 这种很酷的电影 然后也就会想要 写这种很酷的剧本 就是很形式的剧本 然后 老实说那时候玩得很开心 就是写剧本 到拍的时候剧本还没搞定 那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可是在一开始 还没有找资金之前 就是每天上课的时候 不专心听课在那边写剧本 或者是下课之后 跑去找一个咖啡店 在那边写写写写写写 就是那个自己在脑袋里面 创作的天马行空的 那个过程是很快乐 连现在都很少这样子 我大概花了人生里面 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在证明自己是台湾人 这件事情 自己向自己证明 自己向外界证明 你很紧张吗 没有了 我怕发音跟法国人不像 你本来就不是法国人 你是台妹 是的 因为我爸爸是华侨 那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双语家庭 就是在家里跟爸爸讲日文 跟妈妈讲中文这样 我进国小的时候 我还不会讲国语 因为我小时候在台南长大 我最先学会的是台语 然后再来是日语 然后国语是进国小才开始学的 所以那个时候不太会讲话 然后我又被打扮得很像一个日本小孩 就是小时候小朋友不懂事 所以就会歧视你 就会觉得你是日本鬼子 所以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还蛮自闭的 我记得我常常被叫 我妈妈 就是我妈妈每次都会被叫到辅导师去 然后我自己印象不是很深刻 可是据说我都不讲话 据说上课的时候我是背对黑板的 然后用手帕把自己脸遮起来之类的 就有一些自闭的一些行为 然后因为我妈每次来辅导师 辅导师都会送我一本小字典 国语日报字典 可能是要我多学中文吧 然后我家有十几本国语日报字典 可见我妈多长被叫到辅导师去 所以后来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就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 然后在转学的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说 我绝对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背景 小薰 小薰 开 这个可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想研发过人 好 好 欠著 不好意思 是 養羊受工 好 謝謝 謝謝導演 謝謝各位 大家辛苦了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國小三星期的時候 就跟我爸說 你絕對不要出現在學校 因為他不會講中文 對 我不准他來運動會 或怎麼樣 對 其實想起來還滿 大逆不道的 但是我深怕我的身分 被周圍的人發現之後 我又要被歧視 又要再被罵日本鬼子 所以有很長的一陣子 我是在自己的心裡面 是在跟這些東西掙扎 到底有沒有搞清楚狀況 你以為會哥是聽我們這個 他要是挺 早挺是挺台灣人 輪不到我們這種人身上了 我們不是台灣人的 萬里真的是在做夢 你看 就算我有公民資 有誰把我擋住自己人在看 開始要創作的時候 當然就會很容易地去尋找 因為創作是一個過程 你會去尋找我是誰這一回事 然後怎麼尋找都尋找不到 那當然我會去特別去關心一些跟我類似的背景的 這樣的題材不管是混血兒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混血兒 就是可能大家看不太出來 但是是某種意義上的混血兒 然後 我對於那些很難被定位的 很難被定位很不容易被認同的 這樣子的角色會特別感興趣 不管是太北孤軍後裔 或者是 就是 最近拍的外配的議題 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 在台灣 然後 很難找到任何的認同感 或者是 就是 或者是應該是說 深怕不被認同這件事情吧 那東西在 那種焦慮在作品裡面 或者在創作的過程 會很強烈地影響 我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嫁來台灣已經是六年了 我嫁來這邊 我就會把這裡當作我自己的家 所以我到時 我都會為這個家打拼 我請你們 我請你們 不要把我當作外人了 拜託你們了 讓我對於這件 我是誰這件事情 告一段落 是林書宇導演跟我講了一句話 在籌備洋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他幫我做輔導 然後我在那邊 洋洋的劇本不知道怎麼寫 怎麼樣去收尾 然後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就是他和攝影師和監製都 感受到我有一股很想要表達的東西 但是那個東西並不清楚 然後他們希望在劇本裡面 更清楚地去表達 然後就一直在逼我 然後要我很誠實地面對這件事情 他那時候在開拍前跟我講說 我覺得你不夠誠實 你要更誠實地面對自己 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有時候他會自己待在這一整晚 他以為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其實我都知道 他在看你的照片 這什麼意思啊 我的女兒是冠軍 Coupé 反正那時候很努力了 然後後來他跟我講就是說 他跟我講一句話讓我釋懷 他跟我說 會決定你的 不是你的血緣 不是你來自哪裡 會決定你這個人的是你做了什麼 那時候剛哥找我進推手計畫 那他本來是希望說 我們是拍通俗的電影 他覺得講故事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希望做通俗電影 可是那個時候在拍羊羊的整個人的狀態 和我的能量的 我出拳的方式 就不是一個通俗劇 這樣講齁就是 如果那個時候是近身型的拳擊手 我沒有辦法當一個遠距型的拳擊手 應該是這樣講 我怎麼改都改不過來 幹什麼 就那個過程非常的非常的痛苦 大概半年吧 有一天吧 那個時候 反正就是他有一次把劇本拿過去 他自己修 然後修回來之後 他可能發現 我已經異性攔珊了 已經快壞掉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好吧那 從現在開始你就 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你怎麼做都好 反正不要操之就好 然後我就是全力支持你 那你不要做半調子 你要做一個 你既然想要做藝術片 想要做風格很強烈的片 那你就不要做半調子 就請你做到底 以一年之初那個時代來講 一百萬算是差強人意 那第二部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的能量吧 發射方式也不是說要 用最通俗的方式去接近觀眾 所以拍出來的東西 當然就 不只是自逆 它可能是更 更極致的一種方式 對 那次的招是 就是一開始就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 心理見證說它會很糟 那出來果然很糟 然後 我知道很難受 那陣子很難受 然後 很難受那怎麼辦 就是繼續難受也不是辦法 那唯一的方式就是 好吧那 如果 一直往這一條路走 是很難受 而且其實我最擔心的是 我會沒有辦法再繼續拍片 因為 投資者一直沒有辦法回收的話 對 那就盡量學習往 那個 往觀眾再靠近一點吧 對 所以後來就開始去拍爆炸 老師 我現在到底要相信什麼 你告訴我 我到底該相信什麼 最原始的東西就是一個 一個青少年的怒吼 為什麼你們這些大人都 那麼的虛偽 那那個東西 我小時候當然 年輕的時候會有 十六七歲的時候 當你開始面對大人世界的時候 會有 現在變成大人了 然後你就會發現很多不得不 因為你必須生存 必須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只有對與錯而已 對 你要必須牽扯到很多 別人的顏面啊 或者是一些人情世故等等等 包括後來又自己又變成爸爸了 然後又有小孩了 很多事情不再那麼純粹的 絕對不像青少年那個時候 當然了 仔細想一下 好了 冷靜一點 冷靜 好了 你再這麼衝衝 你吃到孩子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怎麼看這麼像啊 是我錯了嗎 老爸錯了嗎 我一輩都想是他們耶 這怎麼該死的是我們 我看那劇本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是不是已經不知不覺變成我 十六七歲的 我不希望變成的那種大人了 對 看那個劇本的時候 讓我去反省了這一點 然後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值得拍 因為它會讓人反省 它提出的問題都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直白 就是年輕就是一個青少年面對 大人世界的為什麼 對 我知道你很難過 但是 不要壞掉好嗎 拜託你 變回以前的浩原好不好 不管你要我做什麼 我都答應你 但是 不要壞掉好不好 我力求明白 然後 希望可以避掉淺白 但是我還是有 我得承認有幾場戲還是流於淺白 對 但是那在電視裡面是可以被接受的 對 電視跟電影最大的不同 就是電視是 你走進人家的家庭裡面 不像電影 你是讓人家買票進來看 你在看電影以前 你觀眾已經做了一個選擇了 他是願意想要看這部片 但是電視的話 你可能在家裡不小心轉台 轉一轉就會看到 現在回想起來 那天 要不是因為那隻烏鴉 搞不好我永遠都不會認識它 我的人生 也會完全不一樣 喂 同學 同學 不要轉不開了 同學 下來了 所以電視的社會責任 我覺得比電影更大 我對於拍電影或拍電視都 其實都是一樣 影像都是一樣的認真 就算拍MV也一樣 商業的東西 個人的東西 電視電影 對我來說都是拍影像 都得用命去換 那只是 施力的重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 畢竟電視的尺寸跟電影的尺寸不一樣 然後 沒有辦法用那麼多醞釀的鏡頭去講話 我會讓自己比較跟觀眾近一點 會收一些太個人的東西 然後表現欲也會少一點 就是 表現欲和講故事 這兩者的比重 當然就講故事會放在最優先 網定主 請你聽好 要不是吳老師帶我去上那個課前 我今天根本不會站在這裡 我早就自殺死掉了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當然不會知道啊 因為那時候忙著談戀愛 忙著玩樂團 忙著享受負面能量帶來這短暫歡愉 我們已經是不同世界的人了 我一直覺得導演這個中文字是有問題 這個中文翻譯是有問題 好像是教人家怎麼演戲 可是英文的director 其實他就是指這個工作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人家需要方向的時候 你要給人家方向 他有點像領航員 而不是那個開船的人 我會找的人通常都是自己有東西的人 我會找的演員通常都是 你不用告訴他怎麼演 他自己很清楚知道這個角色 他是會做角色功課的人 他是有怎麼演的想法的人 我不會去找一個不知道演戲是什麼的人 只是長得漂亮 這種人我並不會去找他 那或者是工作人員是 永遠都在聽導演的指令的這樣的工作人員 我也不會去找他 通常我會合作的工作人員或演員 都會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甚至在劇本上面 我也常常會開放很大的程度 讓演員去你要修台詞或修 甚至要演員會 常常會跟我討論劇本的改變什麼 我非常樂意 而且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和攝影師的衝撞也是 就是有幾次是 現場有的時候會讓人家覺得是 到底誰才是導演 為什麼攝影師 我的劇組裡面攝影師的權力那麼大 但是那個其實是我的風格 就是我跟這個攝影師合作也是這樣 跟另外一個攝影師合作也是這樣 就是我往往會給攝影師很大的空間 可是這並不代表就是說 隨便放給他拍的 是我們之前通常都會做過很充足的準備 有過這個準備之後 他很清楚知道我的方向是什麼 小弟老師是因為實際跟他工作過 然後就發現 真的有一個 為什麼大家都那麼尊敬他 因為他是真的 每天在想的就是 怎麼樣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他在拍電視劇 他有一種責任感 他對這個社會有一種責任感 然後他 這個東西對我也是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之前都不會有這種念頭 不會有任何 覺得拍電影就拍電影 哪有什麼社會責任 哪有什麼 那麼囉嗦的事情 那可是小弟老師的 他的這個態度 給我一個新的一種典範 然後還有小弟老師面對拍片的態度 因為那個時候拍破歷史大人 拍了一年半 那是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每天都很緊喔 都超過十幾個小時的工作 然後工作人員換了一批又一批 然後你可以看到工作人員就是 臉都很憔悴 都沒有任何光彩 可是小弟老師永遠是充滿精神的到現場 然後永遠是那麼開朗 那麼樂觀地面對一切 我覺得跟小弟老師工作過後 我對於工作就不會有抱怨 就不再有那麼多抱怨了 然後對於拍電影這件事情 變得很樂觀 就不會是一個很痛苦的創作者 坐在監視器前面這樣子 讓現場氣氛很低迷 對 就是就算有什麼壓力 我也是把它也不可以表現出來 然後在現場 導演還是要有一個 他還是一個火車頭 對 你一定要非常樂觀 對 不然大家都樂觀不起來 拍攝野蓮香 那個狀態大概這輩子不會再有 拍攝野蓮香 因為那個時候是我失去爸爸的之後 馬上拍的 就是我在處於一個憂鬱症的狀況 然後變得很暴躁 然後又 就很不喜歡起床 因為我覺得我跟我父親之間的很多事情都沒有得到一個 都還沒有 很多話都還沒有講 很多事情都還沒有 還沒有一個結束就走了 所以 對啊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活啊 然後 然後 那時候就是我老婆她 逼我去拍這個東西 她就說 你就相信我 你就拍就對了 你去拍 然後你就會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叫你去拍 然後我就去拍了 我自己是很喜歡野蓮香 它是一個很淡很淡的作品 應該是說小品 沒什麼表現欲望 沒有什麼很炫的攝影 或很厲害的很煽情的劇情 或者什麼 她就是一個 靜靜地講一個故事 有一點像 我喜歡的士之喻和導演 那樣子在說故事 但說出來完全不一樣 對 她有她的手法 我有我的手法 但是 覺得 欸 那種拍片的心態 可能是比較接近吧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污染區 從這裡開始請各位務必戴好你的防毒面具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將它拿下來 從311之後 然後常常去關心核電的議題 然後也會去參加一些抗議的活動或遊行 可是在參加這些行動的時候 我會發現就是說 我去這些地方其實只是多一個人頭而已 然後去過幾次發現 永遠都是這些老面孔 就是好像反和的人 就是只有這麼少 然後 永和的人 永遠都永和 那我就覺得 身為影像創作者 我似乎可以做的事情 比去充當一個人頭還更多 我可以去影響更多人 應該是說 我可以把資訊散播出去 用我擅長的方式 那我就覺得說 那何不花一天的時間 然後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來完成一部短片 用最小的資源去完成一個短片 然後去很直白地講到 你想要散播出去的一些 不管是感動也好 或者是一些資訊也好 媽媽,我姐姐回來了 沒來了 媽媽,我姐姐回來了 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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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媽媽一起來吃 吃完了 耶 其實媽媽覺得很好吃 很香啊 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就無味雜陳了 因為我們在拍那種 核災過後 人回到家裡面拿東西的那種情境 那個在日本是真實發生的 我看日本的紀錄片裡面 真的有這樣子的情節 然後我們在拍攝那場戲的時候 很糾結 因為我找我自己家小朋友入鏡 然後我最重要的家人 就在我拍攝的那個場景 然後我現在正在模擬一個 假設核災之後 這一些都不見的一個狀態 工作人員或演員也都是 完全不拿籌啦 他們就是絕對 就算想要給他們乘馬費 他們就是死不拿這樣 覺得說這是 他們也想要藉由參與 來做一些事情 對 還滿感動的 而且後來的回想非常的 非常的廣大 就是三天之內 破了二十萬的點閱紀錄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拍的長片 要是也有那麼多人看就好 對 二十萬 那是多少票房 對 還滿滿驚訝的 那後來也有一些人 我相信就是說 有一些人會因為這部片 而開始去思考多一點 只要這樣子我覺得就夠了 去思考說 為了電我們付出了多少代價 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連生命都可以不要嗎 連土地都可以不要嗎 連你的下一代都可以不要嗎 那 我覺得這東西 只要引起大家去思考 我覺得就夠了 我覺得有了小孩之後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吧 就是 像接下來我想要拍的電影是廖天丁 我叫小朋友一直期待我把它拍出來 因為我有講一些廖天丁的故事書給他聽 他很期待看到廖天丁的電影 那我的年齡 觀眾年齡層突然從 觀眾的那個族群突然從 就是可能一部分的愛好電影的人 可能是突然變成要讓四歲 四五歲的小朋友都看得懂 對 對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 因為我的人生的歷程的轉變 對 然後我想要拍一個 可以合家觀賞的這樣子的一個片子 是打從心底想要拍 而不是因為想要賺更多錢 當然賺錢是有啦 不能說完全沒有 因為必須要繼續拍下去 我覺得那個挫折讓我變得比較看開 就是不管之後要拍藝術 或者是商業的東西 其實重點就是要做自己 自己真的有感覺的東西 自己真的對得起自己的東西吧 對 最近在做影像的時候漸漸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雖然我在做的東西 都是看得到而且是聽得到的東西 可是感覺 我覺得那最重要的東西是 確實是在 是沒有形狀的 對 我們做那麼多努力 去成就這些有形的東西 最終是為了要表達一個無形的東西 因為那個無形的東西其實可能它就是 通常是在心裡面的一種感覺 或者一種情懷 不管是對這個世界 或者是對人 或者是對自己 或者是對某一種美 我覺得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情懷 那個東西是你無以名狀的 對 所以我喜歡的影像 或者是我自己想要做的影像 我都希望它不只是表面看到的而已 對 它可以有 它可以透過影像 然後你有所感動或共鳴 那我覺得這個共鳴才是真的 就算是用了 那就是這個共鳴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在這一個共鳴的 在這一個共鳴的 一種希望 到這一個共鳴的 一種希望